28號早起10點40分左右 議員6000米在新港關懷歷生的既然家庭的當時 協助局團組讓人都派門湯 兩名嚴依人在警方聯絡後 主動告案睡眠 配合警方的調查 專案將它回順和空俠水限 依頌發辦 看著孤零分 劉子仔和生活必須品 議員6000米在新港派出售 環境波動之下 到新港中後路關懷家庭經濟 出現重大危機的李鑽義一個火子 六十年出的李鑽義 兩年之前因爲車好 撞登四季立骨 立正心肌降色 因爲欠錢沒有辦法完成新島館的治療 加上回合的時間需要三四五個月 出來還有沒有到三個女孩 經濟犯理困境 真需要各界的協助 我們感謝六議員 我算請來請到三天這樣 我們要不要讓我們來 連夜餘 除了廣州每個月都要六千塊 而且還要扶養三個女孩 本來是幾次要過去 台北政府也有受傷過 根本就一邊都看不出來 他本來也是刺青的師傅 也做得很好 但是還搶好 還有心機梗塞 所以身體現在都省安 根本兩個都沒有頭路 沒有盤子 每個都要出小錢 吃飯也需要 還有孩子的收費 雖然管政府有關心過 但是陸續會有一些關懷活動 真的需要我們社會更改 改人生出嚴守 讓人度過這個難關 你知道歷史 一邊的秋孫之後 有可能還要第二邊的秋孫 以前有交代說還要第二邊的秋孫 其實秋孫這個費用也是相當的可觀 而且也要僅養根本就沒辦法做工作 我相信人間有愛 很多人願意把這堆 老婆和這三個小孩 搗三天 讓他們堵過這個難關 在關懷既然家庭的當時 若千米學部屋 卻讓人家沈臨 都派問湯 學部屋人員資訊 嚴寬力去後 馬上拿鐵架 用美料來的方向撕破 並依靠沾破裂到門搜 就是茶葉 裝茶葉的 就是這種的 對 比較長 比較大的 嗯 那他有講什麼嗎 他說要找賴議員 然後要請他馬上回來 然後他要幹嘛 他沒有說 他說叫他回來就對了 然後 如果沒有馬上回來 外面 後面他很多人要來 那那時候有學你送嗎 有 有三個 學你送他們有到胸嗎 沒有沒有 那個他們沒有受傷 因為嚴寬破壞核部屋 並侵害核部屋 並侵害核部屋 因此議員 六千米沒有白毒鄉兩名 嚴寬提出揮核和侵害個手 專門有警方請你調查當中 新中華新聞港台金 何必彩虹報道 披折 歸